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在去年年底最起码有两件事占据了公众视线 一件是高铁香港段的超资问题 更加重要是一地两件争议 而另一件是一件跨年事件 在专门出售禁书的铜锣湾书店 致电有五位股东行公司 相计失踪 最新一位失踪的李波 更加被怀疑是中国大陆的执法人员跨境带走 当然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已经表态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过分揣测 这两件事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触及到一国两制是否有效的问题 到底一国两制有没有走样呢? 一国又是否大于甚至无限压倒两制呢? 而一国两制在2016年又会有什么新发展呢? 我们今天就请到三位在香港的嘉宾来参与 今次讨论 首先就是领南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何乐生 何教授也是帮港出声的召集人之一 在2014年的 佔领中环或者雨傘运动的示威期间 是主要的反占中团 接着就有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港师 吕炳权 Bruce在浸大教书之前 就是有线电视新闻台的中国组首席记者 现在也是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的成员 接着就有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传博学院助理教授陈志杰 他本身也是智库组织新力量网络的副主席 欢迎三位 大家好 不如首先我们问一下何教授 其实过去一年在香港引发市民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情 都不是只有我所提到的两样 你自己觉得一国两制有没有走样呢? 一国两制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 客观上来说 香港很多人都很关注 例如李波利的事件 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完整性 一切的问题都非常关注的 只是因为这样 我都非常之渴望 中国政府能够在这个时刻 关键的时刻 将这件事很清楚地 让香港人的信心是重要的 以为我维持香港人的信心 才可以维持到一国两制 而且一国两制的原本设计 也希望你能够维持到香港人的信心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 就纯粹是一个主管的原本 香港人不用担心什么 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最重要的是他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可以令到香港人安心 你觉得是做什么可以令到香港人安心呢? 你觉得到底是不是有执法人员在香港 就是把利波先生捉了回去大陆 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他确实了 就是据了解他现在真的在内地 那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应该有些权威的人士 是国内人士 是能够成长的情况 如果真的有人在香港 是违反基本法的执法呢? 那这件事呢 我认为他那些相关人员是应该负责任的 就是这样才可以维持到香港人的信心 相关人士负责任的 那在这个问题上 白鲁兵权你自己作为 这个独立评论人协会的成员 都颇关注这件事 一句我所知 你觉得是 刚刚何博士提到的相关人士 你自己会列举哪些出来 你想哪些人出来交代 就是你会点哪些人的名字出来呢? 我认为外界也比较关注 外界也比较关注就是 当中如果涉嫌有人非法加警执法的话呢 通常都是以下的部分 就包括就是广东省或者深圳市 那个的公安厅或者是公安局 国安厅或者是国安局 这些相关的人 那另外就是中联办 因为中联办其中的职能呢 就是需要反映香港人的意见 作为香港和中央之间的一个桥 那我们独立评论人协会 已经是去信了给广东省公安厅 深圳市公安局 还有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是要求他们这几个网民 是要尽快澄清 究竟这个桃湾书店的事件 有没有任何的内地的执法人员 是在香港那里涉嫌 是有任何的执法行动 还有如果这些失踪的人士 到底他们身在何方 是不是在中国内地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 是会令他出现在中国内地 因什么的理由 被人捉拿回去内地 而他们本身的合法权益 是不是得到保障 这些内地基本上 隔了这么多天 是没有出来交代过的 只是用一个比较拖拉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手段 我们自己也是翻查过一些官方的学术论文 就是由广东警官学院 以及广东省刑征局追踪淘祖组组长 所写出来的一些内地执法人员 在香港涉嫌跨境执法的案例 拿来警惕内地公安 叫他们不要这么做 这个文章提到一些例子 是内地公安的学习案例 这些例子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内地公安涉嫌要求 香港警方是对一些嫌疑人强行 嫌血或者夹一些证物的物主 到香港银行那里提取那些证物 亦都有涉嫌就是说 夹一些人要他们回去内地归案 但是这些嫌疑人在香港 并没有触犯香港的法例 只是在内地有涉案的嫌疑 这些公安就手续不存 甚至就是次属埋属 跟香港警方的一些警长 就是一些横口的警长相熟 他们就说 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嫌疑犯 你可不可以帮他捉他呢 结果香港的警长真的是次属埋属 帮所捉捉人 捉了人之后就发现 我知道你说这些具体案 我知道你是看过学术论文才拿到这些证物 但是奇怪在于 因为如果是一个警察的学术论文有这样的资料 但是为什么好像没有政府部门 就是完全没有政府部门提过这件事 其实你有没有也都尝试过去问一下 因为我见过你在名判上的文章说这个 没错 你有没有试过和有关部门也都去问一下他们怎么看这篇文章的内容 因为这篇文之前是没有公开过的 就是刚刚刚星期二 我就是将他炒了出来去讨论 也引起了评论界 以及警方都有一些关注 我们下个星期就会约见这个 警察公共关系科的新任的总警司 我们就会将这篇文章跟他 在现场的讨论 我自己本身也接触过一些警务人员 他们对上述的一些情况 都是觉得有点过分的 虽然他们不是一个正式官方的表态 但是作为前线警务人员 和内地有一定合作警务人员 都觉得那些情况是离谱的 你说要夹一个人强行对他抽血 来验DNA 这些是完全触犯人权 香港人的人身自由保障 这个《基本法》 就是说明的团队 OK,好,谢谢李炳团 其实现在我们都 相信大家暂时的诗点 还在书店的事件上 或者问一下陈志杰 如果在一年之前 已经有一件事引起这么多人 让大家担心一个人是受损的话 再加上高铁一地两检的问题 还在讨论 然后接下来又会有选举等等 选举可能我们下半部分 会多一点说 但起码你觉得 现在去看一国两制 其实所谓变质与否的问题 你自己怎么看 最起码你作为支付机构 去看到香港人的角度是怎么样 一国两制最重要的是信心和信任的问题 当没有了信心和信任之后 再高级的官员出来保证也没有什么用 又或者是很多暴风捉影的事 都可以传得很大 当然了 今次很多事件 都是更加有些很实质的言语 例如那几个失踪人士在哪里 现在是哪里 一天不现身 不在香港安全现身的话 那都是很多猜测的 亦都是无后非 那我反而想说信心问题 一地两检 其实有时有信任有信心 万事就好办的了 有一个跟一地两检 有少少关系的 叫做回乡证 现在香港人申请回乡证 是去一个叫中国旅行社的机构去申请的 而中旅社是在旺角 香港的地方里面去办事的 但大家看看回乡证 其实是广东省公安厅签出来的 如果你真的要很深究 现在好像是由公安部直接签 所以是公安部 无论是哪个部门 广东省或公安部都好 有问题的 你真的要按一地两检的逻辑 深究回乡证的签法 那为什么一个大陆公安部 会在香港有个中旅社的机构代办 有什么法律基礎 去入一张表 去旺角的机构去做呢 但是香港社会是觉得没问题的 就是公安部 在香港用便利民众的措施 签法回乡证 那如果北京申请都不肯 去旺角方面很多 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行之有效的信任和信心 一旦没了这个基础的话 就很多事情都谈不成了 一地两检就是面对这个事件 如果在07-08年 当时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比较高一点 当时中港关系好一点 他谈一地两检 不是说没问题的 不过可能的猜度 或者是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的理解 会是比较小一点的 但现在的机构可能回头 这是信心不信任的问题 信心和不信任的问题 刚才何鲁山博士也提到 回到书店事件 是觉得应该有些部门 尽快出来交代 何博士 对于刚刚陈志杰的说法 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已经是更远的 哪些部门应该有香港执法 但是如果放置于广泛的 一国两制 你怎么看 一国两制的成立 就是要找香港人的信心 才可以平衡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信心 但是不信心的那两制 也可能能够可以实行到 所以整件事 一定是要上湖南的当局 他能够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来根据他们的信心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一地两件 我相信一地两件的问题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只要你挂入一个地方 我相信 就是 我相信 你也不想 你挂入一个地方 那地方 是用他 用一些关系 去打来 就是他被负责 那这个呢 他始终你一个旅客 你不在香港 面对一个关系 你始终都要去香港 你不在香港 所以 对于旅客的实情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如果 如果 港人 对政府 失去信心 对一国两制 失去信心 那就是 有没有好想像 虽然这部分想像 或者没有有基础 但是 就是 人的想像 都能够 目视它 一定是要 有足够的信心 基础 才可以 去监察 这些想像 好的 依然是信心问题 那 你刚才一直说信心问题 但是 我们好像 都没有太多 去到这个 份额问题 就是大家 多少人佔多少信心 或者这个 试下在下半部分 继续讲 等我们展望一下 2016年的 情况 先提到各位观众 听众 你们现在看的是 BDC中文网的Google Hangout 今天的讨论题目 就是 香港一国两制 何去何从 现在在线上 我们有三位嘉宾分别 就是 岭南大学的经济学系 兼任教授何乐生 接着 香港浸会大学的新闻系 高级讲师 雷炳权 然后就是 香港恒生管理学院 传播学院的 助理教授 陈志杰 刚才的信心问题 好 要建构信心 但是 有什么更具体的方法 可以做这个事 现在2016年 我们马上要面对的 起码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 立法会选举 接着就是 为了2017年 选特首 而要进行的 委员会选举 好了 占中过去了 上年也 政改方案破裂了 现在来到这一步 又多了 起码有这两件事 在后面左右 大家觉得 哪一方面可以做哪些步骤 在整体的一国论制 不如先请陈志杰 说一下 我想那两场选举 最重要的是 让民众觉得选举 如实反映到民意 如果民意很清楚 谈向哪一位候选人 但不知为什么最后票数 数出来 一些你完全想不到会赢的人 是赢了 跟着全面有很多 好像中票的事情 发生了 的话 就对信心和信任 进一步的蠶食 其实信心是要慢慢 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香港人在07-08年之后 对一国论制 失去的信任和信心 是一件又一件事 慢慢发生的 无论是选举 好像不符合香港人的意愿 又或者在政治上 民主化的进程不如理想 甚至乎一些跨境事件 例如09年的毒奶粉 表面上和香港有关系 令到香港奶粉很紧张 然后觉得真的不好 或者是这样的事件 一件一件慢慢流迹上来 所以接下来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 选举真的放手 让选举结果是尊重香港人的意愿 第一步 第一步是放选举放手 这个真是问一下韩洛珊博士 你觉得在选举放手这个问题 其实据我了解 你都对所谓外国外港阵营的意见 比较熟 好 我想陈博士的意思就是 有些可能想插手选举的人 就放手 不要管 当然这些是有些大家 长期有的 你说是观念 也好 那 如果现在说 需要有这个 放手 不要插手选举的人 你觉得 有些什么人可以做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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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传媒报道就报出来 当然 我承认的 要100分之100的证据 永远存有疑点 但譬如说 在选举上面 一些票数大幅增加 又或者是一些传媒说 譬如葵青区 为什么某一个民主派是这么厉害的呢 那区议会计算计全部就变成了 今年的算计算计都变成了 那当然 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 在现在这件事件里面 涉及大家 香港人 整体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这个问题 我刚才提出了 就是 从政政府需要在这件事 有积极的回应 去挽回香港人的信心 而且我认为 建制派的议员 在这件事上 应该很清楚地 反映香港人的忧虑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事件 我也恐怕 在选举的洗礼之后 他们也可能会失很多票 除了说失很多票 OK 失票固然是一个建制派 民主派的问题 但是现在更大范围 就是 香港人对选举制度 还有没有信心 我似乎是 香港的选举制度 你觉得 会不会有些人去运赏外援 我会不会去运赏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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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一定是有一个方面的 因为每一个方面 可能会有人去 会解架 就是这样的情况 全世界都会有机会 有些人会去运赏外援 也会有些安理 就是捉好他们 他们为了法 甚至是 所以这样说 香港的法律 其实是有一定的 权威性 也有一定的效力 可以建制住这方面的活动 就是不会带他来过 一般人来说 对香港的选举 应该是有信心的 嗯 OK 在法律牵制之下 大家都可以对选举有信心 那 旅边权利又怎么看呢 在选举的层面 在这一年 如何挽回大家 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你怎么看呢 更重要的是 中央对港的方针 究竟北京是怎么看一国两制 已经是 这几年来说 北京对待一国两制的态度 是明显 跟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邓小平定下来的 一国两制的看法 和回归初期的时候 已经是自然不同了 以前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论述 还是 无论你的自由度 或者政治的情况 和经济 都是有两制的 但是最终中央仍然是一国的 但是自从03年的七一大游行之后 那一国两制就变成 政治和自由度 越来越一国 两制只不过是经济上的两制 北京也是把对港的政策 以前 按一些左派 包括曾玉成所说 以前就是不干预 现在 由03年开始 就是有作为 而占领那件事之后 在香港的措施 包括自由行 北水南调 各样为港的措施 包括SIPPA等等 希望让你人心回归 让你明白 这个祖国 对香港是支持 一国两制 但是在内地 越来越多人 包括一些对港智囊 是说 香港人就是好像 种坏了小孩 拿起碗就是吃饭 放下筷子就是罵粮 认为这样做 18年人心都不回归 已经是再丢不下去 所以软硬实力 现在都出尽 特别是硬实力 就要用一个 就是 你人心不回归 就要创造条件 让你的人心回归 包括就是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有些硬来的 包括特首超言论 包括普选的落三杂 对香港种种的自由 传媒 那种收买 强势的手腕 希望可以收拾香港的局面 如果 如果 加上这些同楼湾书店事件 也看到内地是不耐烦 以及内地用的手段 即使不是中央直接受益 但是地方也是 就是皇帝急 太监也更加急 这样的情况 那么 用这些手段去破坏一国两制 这么急 这么狠 你不单止反映在选举上 还有全体的民民心上 你看到 除了说香港人 愈来愈多人想移民 甚至也有个说要掀起 再续领BNO的热潮 也有不少人 包括官场中人 他们可以走 也尽量走 为了送小孩子出去读书 你说建制派的人士 他平时不在镜头前 就摸杯底 包括一些建制的人士 他们自己坦白说 都是对香港的情况感到担心 所以我自己看就是 中央如果继续对香港 采取一个这么强硬 以及对一国两制 在自由度 对香港一些原有特色的东西 做一个摧毁性的手段 不单只是那个选举 长远香港的情况 是越来越恶劣的 好了 你讲到这个 不可以做一些 是是是 何博士请讲 好 请讲 首先 接力的小六个考验 我看到了 最近有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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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预计 预计 以至于 香港人 用一个 维法之领 的手段 最重是迫使 总裔政府 更加强 正是我最担心的 是 我 我以為是你本身要自己做到自己的本分 你沒有做到違法的事 因為你自己沒有違法做到自己的本分 你做到哪方面 他做的事是違規的話 我們就沒有可以以正公辭去制裁 但自己都沒有證證的時間 我們很難指控對方無法 另外一件事我也是想說一說 就是李兵強 李兵強的特首超原論 我其實覺得他有點難道性 他說超原只是在法律上面 不是說特首是在法律上面 他只是說他在統領法律政司法立法 這個委員的人 而是你的立法事發和行政 你三個部門的做夢領導 就是和政府的溝通 除了他之外沒有別人 他只是說這件事 如果我們所謂不肯想象 我听到那一层次时,当国内超然 当国内是立法事发能证之上 就像以兵制立法事发 我认为国内是立法事发能证之上 好,大家都不能提升不静 说到这段时间大概不足五分钟 但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再说一个更加贴身的影响 马上下个星期就是台湾的选举 而其实一国两制某程度上可以说是做给台湾看的 李兵权,据知浸会新闻又会有学生团去台湾观战参选 看了选举的观战 你自己有没有认识? 还有你觉得很快讲讲 现在香港这两个问题会如何影响到台湾呢? 我们自己也会去台湾看大选 其实你说近年台湾的民众 对于一国两制的看法是越来越有怀疑的 台湾流行的就是说今天香港还未来到台湾 你说用一国两制,用香港的情况对台湾示范 这个作用已经越来越丢弹了 还有两地的人也都是一路观察究竟北京用的手段就是先经后政 所谓就是先让你在经济政策上受惠,互相融合 最后造成一种依赖 接着在政治上就越来越有那种难以脱离 甚至是受到操控 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就是台湾人 以前看到香港的情况还是比较自由的时候 还是对一国两制有一种的期望在这里的 但是近年看到你去跟台湾民众谈 他们很多都是不再跟你谈这件事的了 也都对甚至那个所谓先经后政 在经济上的融合 第一步已经是抱着一个怀疑 甚至就是删杂那种做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令到两岸的民众 第一个两制是有信任 还有先经后政的这种方式是投意信心的一票 首先就是内地是要有一个比较是讲承诺 还有你猜到他的做法是根据 就是法律根据大家可以预期的方式去进展 而不是说一些你没办法预测的事情去做 OK好,那最后只剩一分钟左右 还有何乐生教授,你觉得在台湾的层面 怎样看呢?就是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影响在这个 哲骨眼上看? 没有的,我是这么看法的 就是运动党在过去,因为他是组织的党 在红织的党的时间 就是当民党和中央政府有什么的协议 有一个方面,他不是可以 就是由于他在红织的位置,他可以 非常上去公司一些什么的协议 就是如果他真的有些执政的事情 我纯粹他也认为实有很多事情 也都是真的要做一些 所以他只能够处理的 那么我应该在红织上升选 这个情况是非常一样的 但在红织上升选之后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 在两个团队是会重复一个正常的 就是他在这个团队的时间 实际上看看如何可以和中央政府 在两个团队的关系 OK,好,接着最后 我们Google Hell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多说一点 陳芝琪,可不可以三十秒 你觉得一国两制 在现在香港发展成 会如何影响台湾 第一,今次台湾中通选举 蔡英文赢了,差了赢多少 第二,反复发行和太阳发行 让大家知道 台湾民众怎么在大陆 我不想再说了 重要的是,希望中央政府明白 香港还是重要的窗口 如果香港的自由和核心价值 进一步受到侵蚀的话 会助长台湾一些中央不想见到的情况 进一步出现 这次可以看到 刚才绿兵团说过 今天香港,明日台湾 是台湾和香港两地 很多年轻人叫的口号 将政府搞好香港 让这句口号自然消失 OK,好,谢谢三位意见 可能三十分钟 或者也不是太够 我说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也多谢今天三位嘉宾 何乐生、李炳权 以及陈志杰 参加我们今次的讨论 在今次节目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上回我们的BBC出文网 BBCChinese.com 以及我们的Google Hangout Google Plus 以及YouTube平台 看看今次的讨论会 我是叶正思 在香港和大家说一声晚安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